佛也是告诉我们 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 求不得 五应赐胜 这个病苦的折磨 真的是挺难的 所以我们的亲人有这个病苦 我们首先要感同身受 就是能理解他的痛苦 这样我们的言语 就会让他感觉 你很能理解他 这个病得很苦的人 心灵上是很希望别人 能理解到他 体会到他 所以首先这个病苦 真的是挺痛苦的 那我们作为家人 那我们 自己要 净到我们的力 那比方说 从身体上 可不可以有 医学的手段 帮助他 减轻痛苦 那当然中医 有很多 手段 甚至于包含 我们懂一点经络 他都有相对应的经脉 能够多帮他 按压 缓解 这个痛苦 那这是我们 可以做得到的 那个 周医师有讲 一个系列的课 里面都有教 这些穴道的按摩 你了解之后 可以知道 可能你 这个亲人 他主要的病在哪里 然后 在这些 比较重要的穴道 可以多帮他 缓解 按压 当然能够 再去做一些针灸 好的医生的 一些治疗 应该都会有 一定的缓解 当然在饮食当中 就还是要注意了 不要又增加 他的病痛 所以家人 生病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静缘 我们怎么 静到我们的心 静到我们的力 那从身体上 我们能 透过医疗的手段 方法 帮他减轻痛苦 心理上 也感同身 常常给他一些 安慰 他可能 心里会产生一些 什么烦躁的念头 我们都可以 用柔软语 用一些惊叫 但是是柔软的 让他 比较能接受 这些 言语 他能接受了 可能有一些 烦恼 他就比较能够 转 能够放得下来 而且我们也要 不厌其反的去提醒 去劝 你不能 劝了一次 他有反复 哎呀 我都跟你讲过了 你怎么 讲不听 这个人在很痛的时候 他是控制不住的 那变成我们要 不厌其反了 那包含 生病了 病得很痛的时候 这个我们也要安慰 当然这些话 讲在前面是更好 就是我们过去生 都有带业力来 纵使我们这一生 学佛了 也不代表说 我们所有的业果 都不限 他有可能是 重罪轻爆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 玄庄大师 这个在佛门的贡献 算数一数二的了 可是他年老 也病得很重 他老人家起个念头 我是不是经翻错了 才会有这么严重的病 后来菩萨来安慰他 告诉他 你翻的都对 但是因为你过去生 当过国王 杀业很重 这个都不知道几世前的 所以因果是通三世的 所以 这是属于重罪轻爆 可能这个对病人来讲 他比较能释怀 也不容易纠结 更不会产生 对因果的怀疑 那假如他病重的时候 一怀疑了 那对他就很不利了 这是从心理上 安慰 理得心安 用意理 安慰他 好 那第三 从灵性方面 因为毕竟是有业力造成的 那 这个 无微不失 得健康长寿 那现在病得很重的人 可以多放生 甚至于家里的人 假如看了长辈生病了 他心里难受 你说你吃素 对爸爸对妈妈 对这个家人 有好处 那可能你就借这个缘 可能有一些家人 他就发心了 当然你是顺势 不是勉强的 那 这些亲人 因为他吃素了 这功德 对于生病的人 他都是真上员 他都有功德的 那这个放生 大致的论有提到 诸功德中 放生第一 因为众生最爱惜的是生病 你 把他从刀口下救出来了 那这个众生 对你的感恩是非常强烈的 那这个 多放生 吃素 保护生命 这个对亡者 对于病者有帮助 这个功德力 会比较明显 让他痛苦减少 我们也听过一些同修 病得很厉害 给他做一试 放生 他就比较明显 痛苦又减轻的状况 这个感应 还是明显的 可以感受到 因为你病这么重 都有一些冤情在处 在干扰 所以我们家里的人 能自成去放生 带病者 然后还要为病者 当然他病者自己也要忏悔 那是最好 我们在放生的时候也带病的人做忏悔 跟他这些有缘的众生化解 那跟这些有缘众生都结西方圆 我们念无量寿经 念地上经 劝他们 回向这个极乐世界 求生净土 缘云相报 没完没了 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那佛门常说 事实是好事 我们也用更积极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情况 其实 我们在人世间 世间人都觉得 享福是好事 其实享福就是把福报 花掉回来 什么是好事 你用非常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什么事都是好事 心用对了都没有坏事情 你比方说今天你福报现前 你把心用对了 你会给众生去想 你不会自己来挥霍掉 那好事了 今天面对逆境二元 我们知道 这是过去的业 我们逆来顺受 那这个业就消掉了 无在一身清了 有可能这个病者 现在病得很痛苦 这个都在消业了 他假如很正确的心态面对 有可能消消消消消到临终的时候 反而障碍小了 都有可能的 我们都求 佛菩萨三宝加持 我们看地上经 波罗门女 她的母亲照第一月 这个是很不好的事 可是波罗门女 她的心很好 她一片自消 你看她母亲 剁地狱的缘 居然让她一心一意 把她母亲 从地狱超拔出来 不只是这样 她借由这个缘 她更发广大心 为这些 罪苦众生 尤其剁造三二道 剁造地狱的众生 她都要去救度她们 一个母亲堕落的缘 夜暴现前的缘 所以我们 假如三用心 有可能我们家里的人 病得很重 可能就变成我们 孝心整个把它发出来 甚至是持悲心 也借这个机缘 发出来 更好的 效法 波罗门女 一日一夜 就念到一心不乱了 就念到 礼一心不乱了 以自己的神通力 就去到地狱了 这是地藏经教的 做不做得到 天下无难受 只怕有心忍了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很可能这个真上源 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帮助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